香港政府应推逃犯条例 触发持续了多个月的大规模示威 被指威胁国家安全 进一步催生港版国安法 不过沦为众矢之地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强调 她对于带领香港恢复社会秩序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不后悔 因为这是她的职责 强硬修订逃犯条例 触发反送中风暴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日前接受港媒南华早报访问时 自称对去年的社会动荡不内疚 还反问她做错了什么 林郑今早出席行政会议前 在例行记者会上再度被问及这个问题时重申 自己只是尽了身为特首的职责 她必须带领政府平息混乱 对于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 她不后悔 我们被刺激和暴力 那是危险的 不仅仅的保护 但是也有安全的保护 那是为了各种行动 必须要被取得到 保护香港的凶独 我们看到我们的凶独 人们有受伤 作为主席行政 我率领导 香港的凶独 保护香港的凶独 国安法方面 林郑指条文要求公职人员需要宣誓效忠特区及拥护基本法 这笔香港基本法第104条 要求官员和立法会议员等指定人员宣誓相比 涵盖范围更广 因此当香港要落实国安法时 适用范围要定得非常精准 至于哪些或多少公职人员需要宣誓 目前还在研究当中